新店環保輔具的倉儲 慈濟之工忙著把各種輔具裝上車 一點時間都不敢耽誤 因為這一天的任務要送四個地方 萬安街 興隆路 永安街 還有保安街 一天上信會想一下嗎 不會啦 在滿輔具的貨車 依照申請者給的地址 職工逐一把他們的所需送達 一張電動醫療床重達一百多公斤 有電梯的社區職工搬運不用太費力 最怕的是遇到沒有電梯的老公寓 這一戶的申請者是熊先生 他在工作中從陰架摔下 斷了右手也傷到脊椎 回家後無法自行上床 只能坐在輪椅上 因此申請了一張高倍輪椅 想要讓身體稍稍躺平 老師傅 終於可以躺了 終於可以躺了 真的喔 終於可以躺了 這種躺的滋味真的是無法形容 太好了 看到輪椅使用者滿足的笑容就是志工最大的安慰 而且團隊還不光只是送輪椅 送貨之前的廠刊發現申請者的家有修繕的需求 他們也會主動幫忙 因為他的地板下線地板下線我們現在做一些補強的工作 讓他下線的墊高然後把整個地板抹 這樣行走就比較安慰 送好了之後我們再把房子送過來 看到他這邊的電燈沒有電燈 我們也會順便把它裝好 輪椅團隊的志工花了半天時間 終於把暗主出院後要住的房間整理修繕好了 不過申請者後來還是因為病況未進好轉 住進了安養中心 志工也給予最深切的祝福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鄭春彦 肖正義 高全發 謝榮祥 台北報導